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.普京 9月30日 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《一場好鬥》的演講中表示 西方是撒旦 並拒絕道德規範 普京抨擊西方的自由主義 稱與俄羅斯不同 他背叛了傳統和宗教價值觀 在普京宣布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四個地區的演講中 有一次他詢問與會的政要是否希望為兒童提供變性手術 他暗示這種做法在西方很普遍 在他執政的20年裡 普京經常宣揚傳統價值觀 並通過一系列法律和支持極端保守的運動和倡議 來壓制LGBTQ的權利